有关EXO回归的传闻一直存在 虽然一直没有等来官宣 但依旧有无数粉丝 讨论着这件事 大陆的粉丝们也十分期待 终于在2023年到来后 EXO正式传来了回归的好消息 1月4日 据还没报道 EXO确定将在2023年已完整体回归 该消息瞬间引爆全网 在大陆社交平台 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无数粉丝都期待着这一天 能够早点到来 更甚至有粉丝 开始预测明年的热搜榜单 而其实早在1月1日 EXO的成员 兼队长 苏吼就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张组合的完整体合照 并且还配文表示 新年快乐 2023年EXO回归 据悉 这次EXO的回归时间 将在春天之后 最后一位在军队服役的博贤 将于2月5日退伍 所以具体时间 也会在2月5日之后 EXO作为完整体发行的 最后一张专辑是 《DON'T FIGHT THE FEELING》 发行时间是在2021年的6月 不过当时只有当时 金明熙、编博贤、金钟人、 督锦秀、朴灿烈、 吴世勋、六人 参加了专辑活动 金俊勉和金钟大 因为服兵役的原因没有参加 张一新也因为疫情的原因 没办法和队员合体 虽然不少粉丝感到遗憾 但大家还是期待着 EXO的后续同框 但随后 EXO的成员一直在进行个人活动 许久都没有团体的消息传出 粉丝们的热情也被消耗殆尽 自从团队内成员 在2021年5月开始入伍后 EXO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回到大陆的几位艺人都发展得很好 其他几位成员也都有了自己的单独工作 虽然当初的12人在男团聚 但每个人心里都记挂着彼此 在大陆发展的黄子涛 还特地将EXO写进了自己的新歌 其中有一句歌词是 《模糊的身影》有十几个 我一直都很专一 只喝EXO 让不少粉丝十分感动 除此之外 张一新在自己的出道10周年当天 发布了新歌 光是名字就隐藏了很多寓意 虽然遭到了很多微粉的吐槽 但张一新的这一行为 也代表着他从未忘记过自己是EXO的一员 近段时间 张一新的事业飞速发展 在泰国开演唱会期间 苏后正好也在曼谷 在被问到两人是否见过面时 苏后透露张一新即将前往韩国 两人将会在韩国见面 而上一次九人团聚 还是在三年前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等到了EXO的回归 相信粉丝的心情也都十分激动 无论如何还是期待 EXO能够尽快传来好消息 期待再次看到他们的精彩表演